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三部分的拍大巴角度 因为今天实在兴奋 我们终于可以突破春颈 赢得利物浦 虽然只是足重杯 但不要紧 这场只是开始 因为我之前的两节都说了一些 看见过来很乐观的情况 这次真的要说个别球员 第一个是Buno 我们也知道Buno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球员 我也在第一节都说过 我们不应该再尝试如何去替代他 我们一定要预备好 万一Buno不在球场上高的时候 我们如何用其他球员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把他的工作分开 因为Buno自己一个人的工作是Buno才能做到的 其他球员都不能够做到Buno做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 的上半场 或者65分钟之前 Buno换入之前 我们也是做得不错的 所以这又是我们端例 就是说我们的Buno依赖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意 就是说Buno依赖症 我们医赖了很大半 所以其实就是其他球员的群察群力 尤其是我觉得普巴隆卡运尼 其实真的做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OK Buno说了这么多 因为Buno实际说太多 大家都知道 今场球员另外一个一定要说的球员 当然就是雲迪碧 终于他就可以正选上阵 也就是今场球员做到他要做到的事情 记住 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着 雲迪碧下场就像Buno那样做Buno的事情 那你就真的想多了 这个老实说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雲迪碧的踢法和Buno很不同 再加上我第一次都提过 Buno做到的事情 就是因为Buno 大家才能把球员对比他去做 其他球员不会的 无论Buno是Buno是Buno的 云迪碧下场 他就算是宝巴也做不到的 云迪碧下场 云迪碧下场 但是云迪碧下场 他在中场 帮到他抢球回来 做进攻的第一点 这一点 反而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这只是雲迪碧下场的强行之一 老实说 在亚迪碧下场 他发现他踢球 其实我看他不多 但如果看到欧连时 看云迪碧下场 你就知道他的强项就是在禁局里找位 即是当我们比较做到球赛主导 做到主攻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的进攻威力是最强的 但是老实说 现在大家试想想 我们来说中场是否经常都猜球做球来踢 就不是那么多 尤其是今场球对着礼物局 对着一些中系游的球队就多一点点 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 其实对中系游的球队出运力逼是适用一点的 但是今场不重要 今场的球队我们发挥了云迪碧的另一个威力 就是在中场那里帮忙 第二节说过两个入球 其实两个入球的起步点 都是云迪碧帮忙逼迫回来的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班劳在这里的时候 不是班劳做了一个主导 带着大家一起去压迫的 这个就是云迪碧的好处 即是班劳就算是没有下场 但是云迪碧就可以在中场那里帮忙 当然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能够出运迪碧 就一定要出运 普巴和卡云尼 我发觉他们三个 其实在背场方面都有一点了 大家可能猜不到 为什么会普巴有份的 我不知道大家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对普巴有很多意见 但我很希望大家 撇除了普巴的身价 撇除了他的态度来看 这一场球 只是说他的防守 当然我在第一次都说过 他和麦汤 两个人打防中 在这场球尼瑞浦打得比较好的压迫之下 压力很大 所以两个分别都有试过被人逼脱球 这个肯定是 这场球的瑕疵 这个没得我说的 普巴自己本人也会明白的 但是除了这个瑕疵之外 其实你看到普巴 就算这场球没有Buno 他都做到做攻做守 很多时候进攻他有份参与 还有防守 他是做到第一点防守 这一件事我最欣赏 好几球球都是对方 例如我们进攻一塞了球之后 对方没有拿着球想做进攻 他有几次是做了intercept 也就算拿不到球也拦截了 这一件事平时是废特做的 他做了废特的位置 我觉得挺好 但是问题是美中不足 除了刚才那个 他有时始终被逼脱球之外 我也是那句 你防守还防守 不到位置就算 就不要落脚了 因为这件事有很多人挑剔他 就说你防守防得这么差 就是散步防守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就宁愿他 不到就不要选择他了 因为他落脚也很难 92分钟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正正就是他有球球回来帮手防守 即他就不到位 一落脚 即刻吃黄牌 好在禁区外 否则他再一次背锅 输出12码 所以老实说 普巴无论你对自己的信心有多好 回到你防守 暂在我純粹有很多意见 其他人可能有其他人的意见 真的不要落脚 你落脚也很糟糕 之前那些输12码 就是这些球 好了 今场就幸运在禁区外 说真的 所以 普巴在防守方面 我始终觉得 不要打到这么厚 没得好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领队都觉得 普巴要打到这么厚 其实普巴打到这么厚 他这个防守模式 是很危险的 例如脱球那里 就不要计算 因为脱球 今场球真是难的 你看到两个球员都是这样 阿菲特落到来之后 他就比较少脱球 为什么呢 因为很幸运 因为他都很累 没逼得这么厉害 还有那时候 他们都要追球 那些人都要向前多了 Anyway 所以 今场球 我觉得普巴是不错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其实普巴和雲迪碧 两个 真的担当了 Buno工作的一部分 两个都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 真的我们的Buno依赖症 减低了很多 OK 好 让我看看中前场 卡文尼也不用多说了 卡文尼说真的 真的很棒 他美中不足 最后88分钟那球球 顶重处 如果这球球他进去的话 他真的很好 我现在都改了 我对他要求高一点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也觉得 这场球就算被他进去 还未算是完美 他还可以更厉害 我相信 但是 这场球真的做足了100分 做到一个超级9号位 他不是做9号位这么简单 因为他做了9号位 一般来说9号位 不用帮忙放手 他连防手都帮忙 你说是否真的 撑不住呢 真的很厉害 卡文尼这场球 又是没什么好说 好了 还要说多一个 进攻球员 还要说Greenwood 鹿木仔 鹿木仔 我说年轻球员 其实现在说年轻球员 三叉击 其实鹿木仔是唯一一个 因为福仔和马仔 都年纪有那么多 福仔22 马仔24 这些 在现在这个年代 不算年轻球员 唯一一个真正年轻球员 就是Greenwood Greenwood Greenwood真的很有趣 他和福仔有点像的地方 他都是一些弹刀球 他都喜欢不会扭起来 很快就射毁了 但是他和福仔的分别 就是他的射门 的确是比福仔准准 所以他第一球球 这样带法 你都知道9成9 虽然对手 说真的 而且他升级了 以前的对手 于亚三的龙盟 当然是赢了 今次的对手是阿力辰 他都可以这样做到 所以我觉得 Greenwood是真的 真的OK的 但是始终 总体来说 他的定位也是很麻烦的 究竟他应该打回9个位 或者打回边锋 还是怎样 还是很 一个很难的 抉择 现在老实说 Carwin来到 就是暂时的解决方案 因为如果Carwin来下场的话 他就是一个 踢9个位 福仔、马仔、Greenwood 也好 哪个都好 可以做一些 边锋 或者边线球员做的事 他们也有转位 这场球 前面的三个球员 经常都有转位 福仔和Greenwood 也有打过正中的位置 所以呢 现在这个 即是 未来这个半季 甚至乎下一季 这样的配置 其实是OK的 但是 去到Carwin来 要离开的时候 究竟 福马和Greenwood 加上 James 或者还有没有新球员 迪亚鲁 或者 Pelletti 这些 怎样去配置的话 就真的再一次 会考起我们的 教练和 领队怎样安排 因为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三叉击 但是有那个互动 相对来说 虽然 虽然这场球我就说了 两球 头的两球入球 都是他们两个 10和11的互动来的 但是是否真的要再多一点 这个就是我想我们要做到的事 如果长远来算 我们最理想的去看 现在我们都是一个正正的9个位 因为Carwin来在 但是如果假设我们 买不到 夏兰特 我们就要尝试 看看将我们现有的几个风胀 90、11加上 James 或者 Pelletti 迪亚鲁 怎样可以 是 打一个没有正式9号 但是又可以 牵制到对手的 就是打法 我暂时想到的就是说他们的互传互动要多一点 就是现在呢 我第一次都说过 我看到那条路数就是说 在中间三叉线位置那些 他们都 就是 之前锋拿到球 都会想全球的 都会想比的 但是一个三叉线入到禁区 就过过了 我觉得是 领队的指示 就是说你找位置 因为呢 现在你见到 福仔 迈到禁区的时候 你看到Carwin来都放软脚的 因为都知道不会比 而且我想 现在反而你在禁区里面比球 这队友才 就会认不住 就是认识不了 这个短期内就是这样做 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短期的方法 完全没问题 但是长远要想的话 就是Carwin来不能够踢多几届 老实说 是不是 这个都是长远要解决的方案 希望我们有办法解决到 OK 好 前线的球员大致上 麦汤今天就OK了 都是那句 他开始 要 金场第一是被人压迫得厉害 跟寶巴一样 第二是 他开始正在转型 希望可以 除了纯粹 有球一脚清 或者有球给了 Buno之后 可以再做多一点点 这个转接期继续 是继续的 OK 后防方面 就是 轻仔的金场 也算是这样的 虽然失了两球 但是 老实说 非战之罪 还有他也有救到 沙拿两三球球 大约 中坚两位 金场比较挺正直 说真的 联带俄虎和麦加亚 除了在后防 那个 呃 就是 叫什么 在后防的猜球上去 那里 其实老实 如果轻仔出的话 就应该是 老麦 出声 就说开场 龙门球会好些 因为如果 你看到情况不对 就应该 作为队长应该要出声 这个就当然 麻烦地 还有 输的两球球 在那些 拨处位 都是这样的 老实说 这个正式 正所谓 第一球球 沙拿 刚刚就在 梭尔和麦加亚 中间的位置 这些真是利物浦的强项 第二球更加 由于我们猜失了 在那么前 就是 在我们的后防 三分一 被人 被利物浦 被离开了 他们 做到射门 都是必然的了 任不入 当然 看彩数 所以 起步点 是我们做得不好的 但是 结果也是 预算了 又不算 我认识了 就没什么大失误 因为 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在外面 想猜进去 或者想给一些直线 大部分都给不到 但一给到就能入球 这个就是他们 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也正常发挥 是好的 所以正常发挥 是在赚着 OK 大家要留意 还有复制 他真是好 好了 云比萨卡 真是最后一个 都要赚赚的球员 云比萨卡 这场球 可以这么说 他做右闸 中规 不是 我说错了 我想说中规 不是 是安于本分 另外 云比萨卡 有一球球 很特别 我认识了 不过 现在找不回 就是 忘记了几多分钟 啊 68分钟 云比萨卡 这次 对方的大转 但是 他在后处 做到后转 他是赢 他就杀掉了 这件事 如果是 他自己 特别的 留意到 而做到的话 即是说他进步了 为什么呢 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的弱点 很多时候就是 第一 两件事 不好意思 喝水 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太兴奋 说了太多 我们的弱点 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 人家传出来 应该要给他多些压力 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 那边的 那边 就要主动 去清 这68分钟 云比萨卡 就做了这件事 对方在左手 即我们的防守 在左手 斩了大转 哪个 而云比萨卡 虽然他除了 保住后 一如之前 保住后转 但这次 就主动 杀掉了 然后 后来 对手则有机会 也会取回 他也会保住后面的位置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再加上 到尼尾 好像2比2之后 我们真的要赢球的时候 他有几球球 说真的 去到好球赛的后期 他还很有气力 跑得很快 亦都不惜气力 在右边帮忙助攻 和出球 老实 我印象深刻 就是最后的几球球球 他出来 是有金上下的质素 这个真是很开心 因为云比萨卡 都跟他练了整季 结果他现在 在右手边 出球那里 真的有点用途 还有 重要一点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 他一直都没有 做太多的助攻 直至到到 到尾 的时候 才发挥 他的小宇宙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 我们在不同的时候 是不同的球员去帮忙 做进攻 是很重要的 即是说 我们不是 依靠一个球员的90分钟的努力 或者一两个球员的90分钟的努力 而是在不同的时间 安排不同的人手上 去做不同的进攻 我自己觉得 这个才是战术上的 最高境界 亦都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每一个 进攻的凡数 都要有料到 当然 所以这件事 是挺好的 这场球赢了 因为 除了赢球之外 亦都见到我们 上半场被大家见到 没有搬路是可以怎么踢 然后有搬路之后 又可以怎么踢 再加上 进攻方面 虽然 都是利物浦主导多些 但是 我们都告诉大家 不是只是打防反的 这一场球 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这样说 大家同不同意 则不算是为 苏一招平反了 我自己觉得 是的 不知道大家会否同意 听到这里 都是自己人 真的好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这一场球 算不算是帮苏一招平反了 终于说完了 发大波那里做足三折 今天足够过瘾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